清末明初 孩子们演唱的儿歌 今天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首 120年前的学校歌曲 学堂乐歌 祖国歌 这首歌的词作者 是我国近代著名音乐家李淑彤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也就是红衣法师 就是写《送别》的这位词作者 这首歌大约创作于1904年 是李淑彤根据中国民间乐曲 《老六版》的曲调填词而成的 这段视频呢 是我在当时录音棚录这首歌的时候 用手机随手拍的一段小视频 这几位小朋友呢 现在估计也都已经 长成大小伙大姑娘了 我们录制这首歌的时候 好像是在2016年 都已经是六年 七年前了 这几个孩子唱得非常好 在我们的这套儿童歌曲百年经典 录制过程中 他们呢 还参与了很多其他作品的 独唱录制 关于这首歌词的记载 最早是出现于1904年 在1904年出版的《新名从报》 第三年第三号上 有一篇文章叫做 《亚雅音乐会开会式为假成足夜送别记》 文中写道 1904年7月17号 我国在日留学生的送别会上 高唱了一首大国民的歌 全场忽然雍容于扬 有大国民气度也 这个呢 就是这首歌词最早的出处 而这首大国民的歌词和祖国歌几乎相同 所以呢 据此推测 这首歌大约是创作于1904年 或者是更早一些 请生真正世界 明朗 十倍增生家 我将几世约昆仑 家和飞路太平洋 谁与我掌尖会道 五湖大国民 谁与我扶吹其成品 当时 作者写这首歌的背景 是中国社会经历了外国列强的多次侵略 国家已是满目疮痍 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者先是通过文明墨鱼间 独享天然力 世界最古国 亚洲大国民 等这样的词句 对中华民族的博大文明进行了描绘 同时又发出呜呼大国民的哀叹 然后再通过 我将其诗月昆仑 贺飞路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谁与我鼓吹庆生平 等多句歌词 表达了作者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 好情壮志 以此来激发当时的学生 以及有志青年 爱国救国的热忱 我将其诗约昆仑 贺飞路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吾湖大国民 谁与我 吾吹庆生平 另外 关于这首歌的歌词作者 在音乐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这种歌词就是由李淑彤创作的 持这个观点的一方 主要是以李淑彤的同学 黄炎培 以及李淑彤的学生 风子凯为代表 1958年 由风子凯汇编 音乐出版社 也就是现在的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的李淑彤歌曲集 就收入了这种作品 但是在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首歌并不是李淑彤创作的 持这个观点的学者 主要有音乐史学家张敬卫 还有音乐学家 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 据钱仁康先生在他的著作 《学堂乐歌考园》一书中写道 李淑彤曾首书祖国歌的歌词和歌谱 作为补习班的唱歌教材 他在谱上标注着 以四二月和护学会补习课用歌 这样的字样 而未在乐谱上标名词曲作者 按照推断 如果是他自己作词 根据当时的习惯 一般都会著名西双作歌 这个西双就是李淑彤早年的笔名 所以呢 钱仁康先生对此提出了意义 后来我在主编这套 儿童歌曲百年经典的时候 也曾经纠结过 是否要收入这首作品 因为作者有争议嘛 署名的问题呢 就需要谨慎 但是呢 后来经过综合考量 我认为 第一 这首歌曲的影响 确实比较大 还是需要收入 其次 就是当这首歌的歌词作者 如果到目前为止 尚无确切的史料证明 能够证明这首歌是出自其他人的手笔 在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之前 那么我们不妨再且认为 这首歌词是由李淑彤创作 如果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了 可以足以证明这首歌词 不是李淑彤写的 那么我们以后再做修订 好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我在主编这套 儿童歌曲百年经典 从书的时候 对这首作者存异的作品 所做的一些思考 以及采取的处理手段 生家树千年 一埋延 文明我遇见 从风数万里 高与低 不相天然地 过时世界最不光 迷失亚洲大国民 五湖大国民 五湖大国民 五湖为我大国民 牺牲着世界 一朗十倍增生将 我将七十月昆仑 家河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掌前回岛 五湖大国民 谁与我五垂青生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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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与我五垂青生平洋